好 各位同學晚安 今天是禮拜四 看一下有沒有老年痴呆 好 禮拜四 防疫生活我就不講了 因為今天過的跟以往並沒有什麼兩樣 而且按照進度我今天應該是要講 心靈成長課程 Tuesdays with Maury 但是赫然我剛剛真的歸習大法 睡了一覺起來 不管有沒有熟睡 你會覺得 大腦重新開機 會覺得很輕鬆 否則你會覺得一整天 頭回腦上這樣不好 所以我是有習慣讓 頭腦 稍微重新 把裡面的垃圾清一清廢氣排一排 類似那個意思啊 所以 閉目養神 熟睡也好 小蜜一下也好 半個小時一個小時 對我的幫助蠻大的 這樣子 所以有EAA同學的兩個問題 加上 如是到精華演講頻道大師的問題 我這三個問題一起回答 大概就今天的小單元就可以 功德圓滿 所以我就把Tuesdays with Maury 挪到明天 甚至 其他的時間都可以 因為我不知道明天是不是還有問題 明天我有明治科大的實體課 所以我必須要到學校去 然後上完回來應該也是接近晚餐時段 如果有時間 那我就 錄一個短的 單元 因為今天晚上蔡同學的 線上課程調到明天晚上9點 我應該是可以有時間 錄個半個小時左右 Tuesdays with Maury沒有問題 明天晚上 今天就當一個 問題解答 好 EAA22個小時講 大師也許周車勞頓 歸習大法 素習之後還是沒得完全恢復敏捷 因此口誤把將軍的大老闆說成小布希 19點25分 但是不減損本集風產 我十張口誤啦 不是只有這一集 每一集幾乎都有 而且還蠻多的 所以 這是因為我想到哪講到哪 有時候會跳痛 那 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把 等一下 那這個 我沒有把他打死我把他彈走 那為什麼前面講老布希中間 後面講老布希中間會跳成小布希 這個如果沒有其他的屬於零學層面的東西的話 可能就是我自己 跳痛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 Colin Powell在 1991年波安戰爭的時候 我剛好就在Fort Bennett 他在當參謀首長聯繫會議主席 我當然知道我在Fort Bennett的時候 第一次波安戰爭 美國總統是老布希這個沒有問題 小布希的爸爸 可是 我再次到美國的時候 也就是2000年 2001年那個時候 是小布希當總統 那Colin Powell那個時候已經是國務卿了 剛好又發動第二次波安戰爭 我這兩次都有親身參與的經驗 所以我可能在講的時候 不小心跳到後面那個地方去了 這中間 所以 難免了年紀大了 有時候 我們講說 我口說我想 有時候我想的跟我講的不一樣 有可能會跳動 這個 我在各級裡面多多少少都會有這種現象 年紀大了沒辦法 因為我不是照稿念 我是 直接 沒有稿 想到哪講到哪這種狀況 人至常情都會有 所以我以前每一集都會加一個情語 結束前我都會講 如果有口誤 時空倒錯 張官禮貸 同學自行更正 我後來講久了說想一想算了 同學應該已經習慣了 沒想到EAEA的 法眼 火眼晶晶跟這種 眼觀四面 耳聽八方 找到我這個地方有講錯 感謝EAEA同學提醒 也避免同學誤會了 EAEA同學提出來 這個比較 可能會造成同學誤解的 這種口誤是要提出來講一下 那這種口誤我連我自己都沒發現 因為我錄完了就 我就沒有自己再 仔細去聽了 有時候自己聽一聽會發生 發現口誤我會下一集的時候更正 如果只是那種小口誤的話我就不理他了 同學如果發現我做一下更正 感謝EAEA大師 我按照時間來跳 的話應該是跳到12個小時之前 如是到金華演講頻道的同學大師講 好像晚上5到6點都有小睡的習慣 不見得是5到6點 要看我那一天的 作息有沒有課 什麼樣的課 然後呢 我有沒有 用過餐 然後夏天我要看 室內溫度會不會太熱 太熱睡不著像我前幾次 室內體感溫度40度那個我就睡不著沒辦法睡 我就稍微起來 晚上有課我就 下午的時間先回答問題或是利用空檔 這要看我整天的 schedule而定 看氣溫而定 不是一定都有5點到6點都有小睡 不見得是5到6點 我 一定幾乎都會小睡一下但時間不固定 好 看一下時間 6分鐘開場 剩下的主要的時間可以來回答一下 3個小時之前 DAA大師講的另外兩個問題 跟軍方有關的 不意外國軍忘記定時服藥 健衛整腸 諸事不順 暴載今日在南部基地有士兵被戰車砲管 擊傷正裝上夜客磨急救 如果大師人在歸息可以順便 轉動法輪幫忙 發功保佑 事實上這個 這個消息我在 上午的時候 接近中午的時候我就看到新聞快報 那 YAA大師講不意外 這個 真的是不意外了 我之前每一集都講陸海空三軍輪流出世 同學如果 距離現在遠的我們不講 你往前推 看你要推陸海空三軍還是只推這個單位 如果只推這個單位就是裝甲 老邱的兵科 常常出事 一天到晚出事 有些事情是不應該出的 那邱班長的想法很簡單 他是一推625 演習一定有訓練該有的傷亡吧 這個我們視為理所當然 不能因為有傷亡我們就不演訓 就一語帶過 那你要怎麼樣把 不必要的傷亡撿到最低 這個他沒辦法 他束手無策 只能 出事就講 我們不能因為 連美軍都訓練有傷亡 問題美軍的訓練傷亡 他不是 不該有的傷亡 如果真的出現不該有的傷亡 一定會想辦法檢討到不准發生第二次 我們是一而再再而三 各種奇怪的 所有幹部束手無策 讓兵自己去搞 所以 這個不是定時 忘記定時服藥健衛成長 是我們根本 就沒有辦法避免 不必要的傷亡 所以會一而再再而三 跟我前面講的一樣 陸海公三軍輪流出事 同學不幸看 前面是海軍的 海鴻直升機 S軌動 C直升機 縱落地 我個人認為是 墜毀 因為縱落地不會 有這樣的一個傷亡 跟 飛機的這個 摔的那個程度 遭到 我們去看那個照片 他 受到破壞撞擊的那個力道 那個看起來不像 不像縱摔落地 不像縱落地 因為你那個零件都已經彈到別人 民宅去了 所以這是海軍的 才不久前 再往前 空軍的 空軍才摔一架 教練機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好像是空軍官校的 教練機 所以是不是空軍完了海軍 海軍完了陸軍 那比較好笑的是這個564 八軍團的裝甲旅 564旅天山部隊 也是一個時常出問題的單位 他為什麼會 出事我們不清楚 這要經過調查 但是有眼尖的網友發現 這部CN11的擁虎戰車 在2016年的8月16號 漢光演習 也就是大概這個期間 2016年 同一個 車型 同一個車號 往沙西翻落死了4個 我們先不管什麼抓交替什麼 我們先不管這些比較靈學層面的 這個是什麼原因表示說 同樣的事故 我們國軍並沒有檢討 我們也沒有改進 我們也沒有預防 所以同樣一種 CN11的戰車 2016年翻落往沙西 老邱邱班長還是 那時候是陸軍司令 還去那邊看了個半天不知道在看什麼 現在他當國防部長 正常出事 同樣的車型 他自己還裝假的 所以這不是 陸海空三軍輪流出事 那如果按照這個輪法的話 是不是陸軍完了換 回到空軍了 如果這樣講的話 機飛總鬥員熊厚機跑得快 或者是海軍司令劉志斌跑得快 不干我的事 我之前還在跟 James同學開玩笑 談到 1949年 老共講的懷海在意 跟我們講的學報會戰 那個時候真正會打仗的 白崇熙 保定三期的 老蔣呢 表面上是讓白崇熙當國防部長 私底下 跟參謀總長 保定八期 炮科的 我如果沒記錯保定八期 區別差多少 白崇熙保定三期 成成保定八期 白崇熙貴系了 成成呢 湖南人 我如果沒記錯 不是湖南人 浙江人 成成應該是 涉江省清田縣老蔣的同鄉 考保定軍校怎麼考考不上 先想考劉日 日本士官學校 人家看了就叫他滾 那個樣子看起來 我講難聽一點 那個基本上已經不是正常的身材 你看就知道 這種人人獨居校的話 三歲小孩都可以獨居校了 所以他被一直打槍 是通過很多管道 找他老爸 找很多的 地方重量級人士 讓他備取 一時作弊的意思 進了 保定 軍校第八期 炮客 老蔣相信同鄉 不相信貴系的 白崇熙 所以 雖然白崇熙是國防部長 但是呢 在徐棒會戰前 一路打敗仗 徐棒會戰前 並沒有聽白崇熙的建議 反而是跟參謀總長 在國防部長下面 兩個人互通 還取 東搞西搞搞別的 架空白崇熙 所以 等到 徐棒會戰前 老蔣自己去把兵力變成兩坨 不是集中兵力 是分割兵力 兩坨 好像是 華中 又搞一個華北 還是什麼 好像不是華北 華北那時候已經敗了一塌糊糊了 好像是華中 跟華東 總之 切成兩半 那白崇熙一看 他跟成成兩個搞出來的國防部長白崇熙居然不知道被搞成這個樣子 老蔣還想找白崇熙去當 所謂的 徐棒會戰的徐州繳總 來沖熙一看這個樣子 絕對打敗仗就拒絕 接 我接這個 所謂的徐州繳總 拒絕接因為一定打敗仗嘛 看他這個兵力100就知道已經敗了 我何必去背那個打敗仗的罪名 所以他不願意接的原因是因為 當初講好集中兵力被老蔣跟陳誠 失智 唱雙簧 又不經過國防部長又自己在亂搞 大陸就這樣丟了 徐邦會戰就一敗 突定 後來找了 保定二旗的劉志 比白崇熙高一旗劉志是老蔣的愛將 唯命是從唯唯諾諾那個樣子看起來 跟徐元璞長蠻像的 果然兵敗如三島 我為什麼用這個來做比喻 其實 是不是老邱這種什麼都不能夠世界預防 這種老出型的班長型的國防部長 是不是就三軍輪流出事 就跟當年1949年 所謂的淮海戰役是一樣的 那你可以講 老邱就是陳誠 只不過說那個時候有老蔣現在沒老蔣 老蔣很喜歡自己 隔空 控制 指揮部隊 所有的指揮官全部被架空 所以每一場戰役全部都打敗 選一在這裡 他用遙控的 好 所以人家 一看到老蔣就 能躲會打仗的能躲能閃就趕快閃 否則一定 被老蔣搞到最後胡說八道一敗土地 那為什麼要舉這個例子 我們現在的態勢是不是 不該用的人 到位置上了 然後一天到晚出事 我常講說 李許民可能跑得快 據說李許民提出的 方案 不被國安高層接受 當然不被國安高層接受 國安高層根本 就跟 老蔣跟陳誠是一樣的 搞不清楚什麼是打仗 那我不是講說 李許民比較懂 並不是這個意思 是說至少李許民提出的觀念 比老邱那個邱班長一天到晚胡說八道亂搞要 比較接近 實在的現況一點 老邱除了會搞他那個 老戰車一天到晚在街上跑 其他都不會 所以現在這個狀況跟1949年已經很像了 像這種不會打仗的劉志 常敗將軍 落跑將軍劉志 一些 杜育民這種 非常有名打敗仗的將領 全部到位置上了不會打仗的 胡搞一通的 會打仗的 我跟你講 我們不能講他 拒不就任 那個態勢擺出來就是會打敗仗的樣子 他為什麼要去背那個黑鍋 所以白崇熙不就任也是有道理 而且白崇熙一看就知道這個兵力部署是一定打敗仗的 兵力會被分割擊滅 他不就任也是對的 因為他被老蔣架空了 當國防部長準備背黑鍋 然後呢深圳跟 參謀總長陳陳兩個在那邊互通 亂搞胡搞瞎搞亂搞 白崇熙又不是第一天認識老蔣 從蔣桂戰爭的時候 蔣桂戰爭在1930年以前 1928年的時候就已經認識老蔣了吧 他知道他專門胡搞瞎搞 所以當然拒不就任 比較倒楣的是李宗仁 當上了代理總統之後 也從香港轉到逃到美國 白崇熙應該是被趕壓上架 搞來台灣的 因為他做了一個 叫毛仁鳳軍統局先把楊虎城全家滅門 而且聽說是在美國的勢力範圍 滅門 就是告訴你們這些不願意來的 將理說你不來下場跟楊虎城一樣 白崇熙 只好 西家帶卷的跑來台灣 等於是被半威脅狀態跑來台灣的 否則他留在 廣西就好了 他本來就是廣西的軍閥 第二號 李宗仁下面就他了 再下面才是黃紹鴻 或是李品仙 這個四個 李品仙跟 那個所謂的黃 好像叫黃紹鴻的都是 保定軍校的 那我剛剛扯了這麼多 不是忘記定時服藥健衛診察 諸事不順 是你用的人不對嗎 國安高層國安高層搞不清楚狀況 我不是講孤立雄 孤立雄本來就是 本來就是 律師事務所合夥人 穿著爬哩爬哩的當金管會主委 比較看起來像樣子 去當國安高層確實很怪 跟陳明通跑去跟國安局長 說不定馬上就要被台大的 倫理委員會叫過去 問案情 所以搞了半天 國安高層原來是台大的倫理委員會 這很多東西很奇怪 以我在部隊的經驗是會一天到晚 入海空山軍輪流出事 那也不要說我捕爛 2016年8月16號 海關演習的往沙溪事件 就是五六四旅 同一個旅 同一個車型的戰車說不定就是同一輛 車號一樣被軍事迷逮到車號同一輛 結果我們之前看軍事迷時常去拍海關演習的 戰機起落 之前就有被軍事迷發現比照那個7號 居然同時出事的那一架飛機 連續兩次是同一架 後來被空軍 整個 蕭英說這個是犯了空軍的大忌 不能去 軍事迷拍照標去拍7號 但是這一次是被 眼尖的軍事迷軍宅網友看出來這個CM11戰車 就是2016年 8月16號 翻落往沙溪的同一輛戰車因為 車型一樣CM11 是一種 拼裝車 CM11就是拼裝的 他的射控砲塔跟他的底盤是兩種不同的戰車 經過我們 不曉得是 什麼單位 湊起來了 好像有點遲滯 我按下暫停 好 確認一下是不是在跑 聽說 車號是同一個車號 那不是鬧鬼 同一部車的話 不是軍事迷搞錯的話 同一部車同一個車號 2016年翻落往沙溪 老邱還跑到現場去 在那邊調查半天 說是這個問題 通訊系統的問題 那個問題 現在幾年了 2022年 6年過去了 砲塔又壞了 自動旋轉 除非鬧鬼 要不然就是作業機率 蠻然無存 完全不按照 現行作業程序在那邊 檢修維修 戰車 那你說戰車出的意外還少啊 以前三種還在丁州路的時候 你去骨科病房看 所有那個 傷的不成人型的 全部是 裝甲部隊的 我不能笑啦這個真的不好笑 我是去 開刀 我同一個病房裡面看來看去你看那個最 最悲慘最不成 那個傷到不成人型的全部是被戰車壓到撞到 我說戰車是一個 非常容易 造成部隊重大為安的 就是戰車 不是現在 才發生我在當連長的時候那時候就不斷的發生 老邱在當上校 群指揮官的時候就不斷的發生 沒有改進 一天到晚叫戰車出去亂跑 前一次安光演習 有撞到圍牆的啦 有卡在 保利息的啦 不管是 什麼戰車輪行假車也好戰車也好一大堆 所以是不是忘記建委整場 不是 是我們根本軍隊就爛掉了 老邱一天到晚只會叫 戰車出去跑出去練 他完全不管 到底整個作業紀律對不對 還是所有的基層軍官看到都說 你們兵去搞不干我的事 我也不在場正比 讓兵自己去亂搞 當然一天到晚出事啊 說不定還會出更大的事也不一定 不是我烏鴉嘴 是我本來就 不打算在漢光演習這一段期間再去講軍方的事情 這一點病同學可以作證 他這一兩個禮拜來傳所有軍中的東西給我 我都不在 我的待約裡面講 因為我知道 漢光演習已經在開始 大家都很辛苦 我如果一天到晚把病同學傳給我的 現役的病同學傳給我的一些報紙上弄一些 軍方的事情我一直講 到最後一定會有人說是我烏鴉嘴 造成講一大堆出一大堆事 所以我不講 病同學可以作證 我沒有講 我只在LINE上面給他回一回 兩個人在那邊 傳一下LINE好玩 我沒有在我的 Youtube上面特別去講怎麼樣 很多很多一大堆事 那 這次是因為EAEA同學提出來 我在講 鬧鬼啊 那你軍方同一部 五六四旅八軍團的同一個 車型的車 往沙西事件 陰線不遠 老邱還在那邊痛低思痛 同一部車又出事 那不是鬧鬼 所以 一個 輕傷 應該不能算輕傷 你只要是被戰車這種重武器弄到沒有在輕傷的 我不騙你啦 沒有在輕傷的絕對 非死極重傷 所以我相信 另外有個士兵應該傷你也蠻重的 這個莊葉克摩急救的 我只能集氣 希望他能夠平安 但是 老邱 你不用出來去檢討一下 你五六四旅的CM11這種老車 這種拼裝的 台裝的這種老車你讓他出去 跑幹什麼 妥善率不行 就不要去動他了嘛 該報廢報廢吧 你硬要出來跑 那你就要把所有的維安做得很好 這兩個人受傷了 到底他這個戰車排 的排長跟戰車連的連長 有沒有做相關的 勤前教育 有沒有軍官在場 兵不行你就放兵自己去玩吧 一天到晚出事 那個排長有沒有專業的訓練我也不知道 因為據說往沙西翻車那個 裡面有一個 不幸 過世的就是排長 所以我們的軍官到底有沒有具備基本的專業素養 我現在都開始發問號 老邱你不用負責嗎 所以我的短評是這樣子 第一個 所有的 並不是演習一定有傷亡 所以我們可以承受這樣的傷亡 你要看你的傷亡合不合理 是可避免的傷亡還是不能避免的傷亡 顯然看起來是一二再再二三的事情過了就忘了 再發生再出事 難道不是吧 我們根本沒責了 亂搞一通 如果是沒責亂搞一通 大家賭運去賭命那還不如通通不要動 我們的訓練是零啊 從這邊可以看起來我們的訓練是零啊 一天到晚在搞吃槍術 我之前還跟James同學開玩笑說 兩岸不要打起來 我們從來沒有打過仗的 賀大空 在那邊胡搞笑要亂搞 我們光自己打就把自己打死 我們也不要笑俄羅斯有那個飛彈飛出去 轉移圈回來打自己 我們什麼時候做過火力協調真的火力協調 不是鞭炮放出去就沒事 你會不會打到自己人 你的射程算過沒有 什麼樣的武器要打哪邊 我們從來的軍事訓練裡面 從來就沒有所謂的fire coordination 都是嘴巴講的 所以 我在美國For Banning受過的訓練 第一次不按戰爭 有一次同學講Colomb Powell在當參謀首長聯繫會主 我們當排長 陸軍排排長馬上要到第一線去 For Banning所有的教官都在做就是火力協調 你會不會把人打死 自己把自己人打死 或者把友軍打死 我們從來不管火力協調 張炎廷自己是悲觀我時常看到在節目上面 孔末橫飛講什麼空中安全走廊 我們什麼時候重視過空中安全走廊 我在管UAV的時候在恆春機場 我到恆春機場的塔台 自己帶著我的作業去跟塔台要做空中走廊 安全走廊的管制怕我的UAV跟民航機 相撞了 塔台人根本 直接把我趕出來 說你們軍方的事不要來找我 我還在那邊畫空中安全走廊弄半天 結果好笑的是帶隊去的 內側漢光演習帶隊 總部帶隊去的是副參謀長 副參謀長 也搞不懂 開會的時候我還提出來 他說這個東西要再看看配合一下恆春機場 那等於不用配合 所以我們哪裡懂這種火力協調高度 科技 精密的協調 好像每個人把子彈打完敵人就被打死了 你有沒有想過 你這樣子打會不會打到自己人 我們三軍聯訓基地 三軍聯訓那個是標定好控制好 那是假的東西不要再搞了 真的東西是全部動態的情況下 各種口徑的炮兵 你從破擊炮 60808112 動炮到 1155 炮兵的火炮 你講的雷霆2000 你的陣地在哪裡 你怎麼射擊什麼時候射擊什麼時候是步槍 射擊什麼時候是 直射武器射擊 什麼時候是驅射武器射擊 你射擊的 目標的點標定好沒有 會不會打到我們自己人跟友軍 這個已經 親密到跟交響樂一樣 交響樂的指揮 是哪個部分誰該 彈奏 完全大家寥弱之道不是各彈各的 我們現在是各打各的 你問火力協調 所有人通通不知道 沒有人玩過真的 我在forbending的時候我知道那個難度 你要當一個合格的牌長 你如果不懂火力協調 你會把自己人打死 你就準備去發審判 老邱那個名人堂我說為什麼他是農發堂 他根本就搞不清楚什麼叫做火力協調 我在講一遍 你只要是班長以上通通要知道 否則會自己人把自己人打死 還沒打敵人 自己先把自己打死 空軍亂炸一通會不會把地面部隊炸死 地面部隊池色武器紙袋是不會轉彎的 你會不會打到前面的部隊側面的部隊 屈色武器打出去是不會打到自己人 你的射角算錯了 你的彈幕算錯了 或是你沒算錯 另外一個部隊不知道車子開到 彈幕區裡面附近了 被打死了會不會 我們從來沒有這種概念 張怡婷講的空中 安全走廊 沒有錯 誰做過了 誰知道什麼叫空中安全走廊 我們根本就是胡搞瞎搞亂搞 所以我個人研判了 再不把這種 已經不叫現代化戰者了 火力協調 老美二次大戰以後應該打過實戰都知道 因為 他們不能容許自己人把自己人打死 人命太珍貴了 我們不是我們沒有打過仗 1949年那種 懷海在意那種胡說八道的 亂搞的 拿來現代用 難怪還在持槍子 所以我建議老邱 這些人該回家洗洗碎了 自己人把自己人打死 沒有人會原諒你 你被老公打死還可以罵老公 自己人把自己人打死 根本搞不清楚什麼叫火力資源協調 火力協調根本就不知道 亂打一通 難怪李許民會講說 這個 我提出來的國安高層 不能接受 所以我就 我去彈鋼琴好了 他其實 他是對的 彈鋼琴不會霧己 好 我並沒有 開玩笑的意思 我那些也很沉痛 但是我講的話沒有人聽過 那 不聽的原因有很多 第一個 在位置上的人 他知道我懂 我講到重點了 但是不懂的人到位置上 你總不能 他已經升了上將升了中將 總不能講說沒有錯我不懂 那個老榮民懂 當然不能這樣講 重點是以前打順風球打假球 現在要玩真的怎麼辦 開始亂搞所以一天到晚出事 第二個是說 該懂軍事的人不懂軍事 一天到晚只會看名嘴 聽名嘴講或是自己看武俠小說 自己去胡思亂想空想發揮創意 軍事的東西沒有什麼創意 軍事的東西你要有創意必須跟我一樣 實務經驗太豐富了 不是國內的實務經驗 我講過我參加兩次 跟老美在一起合作過兩次博安戰爭 結果下場是被老秀逼退 所以 我們搞一堆不懂軍事的人搞軍事 我鐵口直斷 老共還 不用發一槍一盪 我們自己亂搞就先把自己打死 這樣子 自己空軍打自己的海軍 自己的海軍 打自己的空軍 然後呢自己的陸軍打自己的海軍 亂打一通 這樣子 你看會不會 我剛剛有蚊子飛到冰子裡 我也太厲害了 這算不算是歸習大法吐納的一種 不過為什麼會有蚊子跟蟲飛進來 因為我現在把沙門打開 外面用電風扇吹風進來 讓他形成 屋內的循環 所以一有燈 外面的蟲全部飛進來了 但是我要取捨 到底我要讓蟲進來還是讓空氣流通 我決定讓空氣流通 蟲進來還好辦 我拿那個 噴小黑蟲的那個噴一噴 塗一塗 涼快為止 那個蟲多一點 亂飛 還好一點 我待會有買那個 噴小 小黑蟲的我來噴一噴就好 這個叫做 兩全相害取其輕 好 好 我的短評完了啦 希望有解答同學的問題 如果 我說實話啦 我這種自由發揮沒有搞的 沒有讀稿機的 也沒有寫好討稿 我真的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講得不好同學原諒 或是幫我再更正一下 但我要先講 我所有講的都是 想到哪講到啦 如果有口誤 如果有 時空到錯 如果有 這種張官禮貸 同學自行更正 我講的是那個道理 有時候 人事實力物不見得都那麼文革 幫助大家晚餐後的腸道分泌蠕動 我剛剛已經講完 希望同學有蠕動到 這個要 整個我講100遍 再講一遍好了 整個打掉重練 連根刨掉 從零開始 才有救 否則你買再好的武器 都沒有用 另外大師的北城小老弟 這算第二個問題 北城小老弟 應該沒有啦 消我一歲消我一級啦 不能算小老弟啦 算老弟啦 說不定他看到我還 還不認為我是學長 來你過來 看到十一旅堂不會敬你啊這樣子 同學不要以為這是假的喔 我真的被59期 罵過 然後叫我蹲下叫我交互蹲跳 他認錯人了 原因在哪裡 應該不是宇北城 但是實習旅步的 我們在部校 部校穿的軍服跟官校不一樣 部校穿的是草綠服 但是呢四年級這個會拿掉 我們到了分科的另外一個階段就不會掛四年級的 專精教育的時候會掛四年級 分科 一到部校之後不再官校了就會把四年級的背章拔掉 只剩奸章 所以沒有階級 那沒有階級的情況下 你如果回到官校 通常是不會回去了 你如果 因為 只隔一到牆吧你如果 回到官校去的話會被誤認為是在 部校受訓的 預官班隊 或是其他的奇怪的班隊 好這樣子 那第二種是說 官校一年級的學生 還在官校一年級的時候 他們還沒有開始 剛剛入伍完還沒有開始穿上 軍便服 那個時候 有一段時間 一年級新生也會先穿草綠服 總之就是沒有階級 這樣子 那我有一天呢我們為什麼會回官校去 因為我們回官校是為了 校慶 擴大閱兵 那擴大閱兵人數要很多 各個賓客學校只有 人最多的一期270幾個就在部校 而且隔一到牆 所以動員回來 踢正部 編成的正部連 人數就夠 我們不可能叫北部地區 或是台南的泡校 或是北部地區的 新竹的莊校的人再下來踢正部 第一個人很少 老師動作沒有意義 所以我們部校就回去 那因為我們是四年級 已經沒有備章了 我還記得我四年級了 我想說我都已經四年級了 我就隨便一點好了 我就走 穿草皮 因為規定 陸軍官校 那個中正堂前面這一塊 踢正部閱兵分裂的那個地方 不能走草皮穿過去 我想我都四年級了 我就穿草皮 結果我就聽到後面有一個人 突然 大喉一聲 前面的 老帝國站住 跑不過來 誰叫你穿越草皮 我一聽我還以為是誰 我一想說 這麼神勇的聲音應該經濟很高 年級很高 果然是三年級十句旅步了 我就將計就計 陪他玩一玩 我就趕快跑步過去 然後立正站好 誰叫你穿草皮啦 然後把我罵一頓 我就立正在那邊站好 嘶嘶嘶 他直接叫蹲下 焦物盾要開始我就開始跳 然後跳到一半的時候 他忽然感覺不太對勁 因為他發覺我沒有被髒 樣子看起來也不像一年級 然後我就開始跳 跳到第十下的時候 他忽然臉色發白 因為他忽然 腦霧 霧散掉了 認出來說這個是 部校 分科四年級的學長 我還沒跳完他就 跪在地上 抱歉 抱歉我認錯人了 這是余北辰他們騎上 還好不是余北辰 這個 插滑一下 大師的北辰 老弟藏在節目說鬼物事 他有很多節目 他自己有自己的節目 他其實弄得有色有色的 那不曉得會不會跟李正浩一樣出來 也選一下議員狀況感 因為他確實 很有心為民口舌為民服務 他這個 從很早就有這樣的一個企圖心 而且往這個方向邁進 因為你要選 議員 後面第二步選立委 你現在有地方知名度 或是全國知名度比較好一點 所以他目前經營的 不管他自己的 節目 網路的節目 他經營的 電台 從廣播電台直播的節目 一路到各個電台跑通告 幾乎都看得到他 我拿遙控器轉到每一台都看得到他 所有的政論節目都有他 網路也是 所以他已經做得很不錯了 做得蠻好的 但他講鬼故事應該是 他自己的節目講鬼故事 比方 整排的人消失跑到另一個時空 全英以為逃兵 這個我認為是唬爛 因為你說要說整個 排的人消失一個排大概 如果有四個班的話就是40多個人 消失以為逃兵 這個不太可能發生在台灣的部隊 因為類似這種極度 負能量靈異事件 在大陸才有可能 為什麼 大陸從清朝 應該嚴格講從明朝 清朝雖然有盛事 但是難免少不了征戰 不管是跟 所謂的 不是官內的 官外的義族 蒙古等一些的作戰 一直到清朝末年戰爭就很 太平天國開始了 就很嚴重了 打的那個規模就很大 史昌人數也很多 同學看的 同名狀裡面那個就是跟太平天國有關的 所以我們才會聽到 曾國凡 曾國權 鄉軍 淮軍 八旗綠雲等等 就是 大哥是對的 土匪也跑出來 開始 當兵了 當官了 所以那個清朝末年 太平天國 中葉以後 太平天國一直到 民國成立 整個戰爭 死了多少人在軍中 然後呢 民國成立之後又開始有軍閥割據 各個軍閥又開始打 包含土匪 土匪沒有因為 民國成立之後 土匪消失了 以東北軍來講 張作霖以前就是土匪 他在 東北的山裡面就是土匪起家的 所以他認識了一堆馬賊 他在東北做大的時候 成為東北軍的北洋軍閥 裡面的躍腳的時候 其實很多都是他 山裡面的土匪 也抓來當官了 我們之前講 湯玉琳騎老虎 那個就是 任何省省主席 軍閥起家的這樣子 所以因為人死了很多 英魂不散 就會有靈異事件 跟 就是所謂的英魂不散有關係 台灣倒還好 沒有那麼大規模的死傷 還好 那就更不要講 呃 對日抗戰 八年抗戰 然後呢 跟 老共 國共內戰 一路打 打到台灣來 所以在大陸 當兵在大陸打過仗的 碰到的靈異事件特別多 我老爸以前 在世的時候 光講他以前在大陸當兵那段的靈異故事 講給我聽 我就已經聽了好多了 台灣沒有 所以你說整個牌消失跑到另外一個時空 有可能是在大陸 而且他們司空見慣 大陸的老兵 他們都知道怎麼去應付這樣的事情 因為經驗太豐富了 死人看太多了 你去看同名狀一開始的那個死傷的樣子 只不過那個時候是 大家用刀用槍 那個叫做冷兵器 在玩 後來變成 子彈 也有大招隊了 聽說 西北軍 彭育翔的部隊特別喜歡耍大招隊 所以北城老帝這個故事我沒聽過 但是你說整排的人消失跑到另外一個時空 我在空降旅那種 引起這麼重的我都沒碰過 北城老帝也許不相信啦 因為他太幸福了 他是裝甲的 以前我當排長的時候 一路當到副連長 我 只要留守我的手槍 絕對不鎖在槍櫃裡面 我的手槍是上膛 放在枕頭下面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兵會發瘋會對著 軍官開槍喔 像我 晚上都很晚睡 為什麼 我開了燈看書第一個我本來就晚睡 第二個我 全聯的東西都弄完大概也 顧測什麼都批完 大概有都晚上一點 我旁邊就是安全士官桌 你就會看到那個安全士官 在你 流動哨的安全士官 有一個站著不能動一個會跑來跑去 那有時候那個站著不能動的也會稍微動一動 你就會看到 你窗戶是關起來的 你開展台燈 你就會看到 門口的安全士官 在你窗前晃來晃去 拿著槍晃來晃去 然後會忽然把槍舉起來 對著你的 台燈的位置 然後出槍4秒 好像要對你射擊 那老兵喔 你不知道他在夢遊還是他真的很想把你幹掉 所以 我為什麼床底下 不是床底下 我的枕頭下面會放我的配槍 原因是因為如果他真的對我射擊 我就會從船上彈起來 要跟他對戰 這種對戰以前在我們空降率很多 跟演戲部片一樣 真實發生的 一個 一個逃兵 準備要逃兵 西界逃亡 跟聯長 因為西界逃亡唯一死刑 聯長可能要被關喔 軍閥審判喔 所以那個聯長在後面叫他不要跑 他拿著槍往外跑 就在 全旅的 中 中央的那個草皮上面 兩個人互相開槍跟演戲部片一樣 那個逃兵拿 拿著步槍對聯長射擊 聯長掏出手槍上堂 對著那個兵射擊然後呢 滾翻找引臉臂 然後那個旅長就在旅長室 的樓上面聽到槍響 跑到衝物把衝物打開一看 怎麼有兩個人在演戲部片 碰碰這樣子 實彈喔 趕快叫 通知戰情 一分鐘帶命班馬上衝過來 加入戰局 這種狀況以前常常有 所以 即便我在空降 這種私艙 開槍對戰的這種狀況 都還沒碰到 缺列 整個牌消失了沒有 我們以前空降部隊誇張到什麼地步 那個士官 士官長 有人居然排士官長 叫士官長去站 大門的衛少 好像叫他當少長 他 一聲也不坑 已經是士官長喔 他跑去站 而且聽說還是四六 四點到六點那一半 五點多我們就聽到槍響 士官長準時五點叫大家起床 對空平槍 把一整個彈夾打完 哈哈 我們以前空降旅是這樣的 你八字不夠意不要來 嚇都把你嚇死 所以我為什麼講說我長時間 一聽到有異狀會從床上彈起來 沒事兵可能對著你開槍 直接打排長式 這樣子 好 大師可不可以建立一下真假 我個人認為是假的 大陸多 因為死傷的 慘重的程度 夠 夠多 這種例子很多所以老兵很 很熟悉他們知道怎麼處理 我們這個 沒有打仗 傷亡 不夠多 不會有類似這種 所謂陰魂不散的冤魂 老兵處理這個他們很常見 大陸來的他們司空見慣 我舉兩個真實的例子 我看我講多久 49分鐘 我要講一個例子 49分鐘 我 念 陸軍官校的時候 放暑假回台北 我就找我以前 國中的好同學 他那個時候好像已經進了 成功高中了 就暑假大家出來晚敘敘舊 然後他就說 因為他老爸是 潘耀明的同學31期 從小被他老爸軍塑化管理 他就 很向往很熟悉軍事的生活 但是呢 又體位 又很差 有時候走路可能同手同腳都有可能 他就說 陸軍官校好不好玩 我說很好玩啊 他說那這樣好了 你教我喊口令好了 因為我老爸 每次罵我 以前都要把我早上起來喊口令 我說好啊 我不能在這邊喊 在這邊喊聽不到 他說那我們到 青年公園喊 我說好那我們到青年公園 我們就特別坐車到青年公園 找了一個 高的地方 下面就是種了一堆樹 樹林 我說這邊喊可以 因為 沒有東西擋到也沒有雜音 我就開始教他怎麼喊口令 立正 掃西 什麼 進立 七步周 各種口令 我喊給他看 然後叫他 他跟著喊 練習喊口令 有點像你看那個小畢的故事 那個小畢被當選 不知道是升旗還是什麼 要去喊口令 他老爸教他怎麼喊口令 跟那個很像 但是一喊忘記時間 從太陽下山開始練習喊口令 在青年公園那個地方 喊到太陽下山 我們還在喊 可是太陽下山黑漆漆一片 青年公園裡面的警衛 老警察那個大陸來的 當兵轉道警察那個老警察 聽到有人講說 青年公園的森林裡面 有聽到軍人在喊口令 太不尋常了 其實是我帶著我那個 小學跟國中同學在那邊練口令 而且我喊的口令 是陸軍官校標準的口令 一聽就知道那個是 經過嚴格訓練的 我們喊到太陽下山已經 天黑了還在喊的時候我就聽到 樹林那邊我看到手電筒的光 我就聽到那個有一個人在裡面喊 用口音很重的 話講 統治啊 回家了 不要喊了 統治啊回家了 他的意思是說 統治啊回家了 那麼晚了不要喊了 為什麼 他這個是什麼 他這個是標準的 他以前在大陸打仗的時候 他雖然是個 我後來發現是個老警察 因為他拉手鏈筒過來 用手鏈筒不是照我們 是照著他自己說 我是 我是警察 晚上要休息了不要再喊了 他是用他在大陸的時候碰到相同的 死掉突然聽到鬼在喊口令 的那個方式在對我講話 他以為我是鬼 我還記得那一幕 他拉手鏈筒過來 統治啊 回家了 不要喊了 這樣子 天使安啦回家了 這樣子他就一直講一直講 我就跟我同學講說 我們都忘記時間了 已經很晚了我們不要喊了 我們回去了 我還跟他招招手然後趕快回去 他真的以為我們是鬼 那個很有經驗他不會怕 他碰到很多次了 他就會循著聲音過來 拿著手電筒過來說 可以了可以回去了夠了 這麼晚了要休息了 類似這樣 那現在的年輕人就算聽到有人喊口令 他可能也不知道是什麼回事 老的警察大陸 打仗從軍人轉到警戒的 他知道 好這樣子 他知道怎麼去應對 他經驗很豐富 我碰到太多了 所以我鑑定在國內一定是假的 這個如果說是大陸發生 在台灣講 但是你要註明這是在大陸發生 不是在台灣發生 那有可能 這樣子 好 我講完了 居然講了50幾分鐘太久了 同學抱歉 我的 再次重申 我剛剛是插科打棍 戲劇效果 如果有講的 時工倒錯 張冠領帶 口誤 腦誤等等同學自行更正 我們純粹是 大家愉快希望能夠解答同學的問題 那我也講過 漢光演技期間我不想去講軍事的東西 如果同學真的問 我會稍微講 同學不問我不會去碰 因為我怕 節外生枝 我亂講弄一弄 老邱又 幹掉 劉堅你 惡習不敢 還在那邊胡說八道亂講 要唱衰我們 要抹黑我們的努力 我不想被他誤會了 他反正已經認定我是一個 十二不赦的 壞胚子 我其實已經使出不怕該惹他 但是我真的怕其他的同學誤會 因為我老是在打擊國軍 我不會再去扯這些 所以同學問我稍微講一下 同學不問我不會主動去講 好 今天希望能夠滿足所有同學的需求 我們明天 試狀況回到 心靈成長這個單元 明天再見晚安